好啦,我們上禮拜談的那個假設檢定 基本上觀念很重要 但是你懂了那個觀念之後 你在做那個計算的過程其實 其實蠻簡單的嘛,對不對 基本上就是去找出一個檢定值嘛 然後呢,先去做那個假設的說明 然後再去看看是 你是用G檢定或是T檢定 或者是要用PValue的方法 那你就去找出它的檢定值 然後再找出它的對應的這個PValue 或者是說找出它的這個 對應的那個Quilical Value 就是臨界值,然後去做比較 那比較完之後你就可以決定要 要拒絕虛無假設還是要拒絕對立假設 類似這樣的概念 那當然這樣的方法它可以用在 對平均數,對平均數的檢定 對比例的檢定 甚至它也可以對編譯數 那編譯數當然就是 就是搭配的就是那個標準差對不對 所以這個都是我們從單一個母體 取樣出來之後 然後再去跟我的 根據我取樣的資料去對母體的這個參數 去做一個假設檢定的一個概念 所以這個是上禮拜我們提到的這個內容 那這禮拜我們接下來就是在談 同樣還是假設檢定 但是現在我們要談的不是單一母體 現在變成是兩個母體 兩個母體 所以它會有兩個樣本 那這樣子的話我們這時候來檢定什麼 我們是來檢定這個 根據我從這個兩個母體 所取樣出來的資料 來回推說這兩個母體 它們的參數包括像平均數也好 或者是編譯數也好 或者是它的比例也好 到底有沒有一樣 所以這個是變成是 換一個形式 但是它的這個原始的idea 都還是很類似 都是幾乎是一樣的概念 原始idea都是一樣的概念 所以這個是兩個平均數 兩個比例或兩個變異數 它們這個到底有沒有差距的概念 所以這個決心目標參考一下 所以我們現在看 還是一樣先看平均數 那用Z檢定 好 那類似像這種例子 其實可能在我們日常生活也好 或者是你在做一些study 都有可能發現這種 就是說我們要假設一些年齡的平均 就假設像它這邊舉的例子說 社區大學護理系學生的平均年齡 跟一般大學的護理系的學生平均年齡 那當然這是美國的例子 美國有很多所謂的叫community college 就社區大學 那社區大學當然就是比較local的 那一般大學當然就比較大型的 那當然一般社區大學 所謂的社區大學又比較屬於是 就是給禁修班 就類似我們的 我們台灣也有一種叫什麼大學 社會大學還是什麼 還是台灣也有什麼社區大學 或空中大學還是什麼 類似那種概念 那當然這些都是比較 給比較回流教育 所謂回流教育就是已經畢業了再回來念的 那個叫回流教育 那所以這個可能會有一些差距 所以他們要去檢定說 這個母體 這個母體是什麼 社區大學的護理系 這是一個母體 那要去跟某一班大學的護理系 所以這兩個母體 這兩個母體他們的這個 學生年齡的平均數到底有沒有一樣 那當然你最完整的做法就是怎麼樣 把全部的母體全部算一遍就知道了 但是如果假設這個母體很大的情況之下 你當然沒有辦法全部去獲得這個資料的情況之下 你當然就透過採樣 透過取樣的方式去取 從兩個母體各取一個樣本出來 然後再來看看根據樣本的資料 根據樣本的一些差異性 我們來看看它到底回推到母體 它差異性到底是不是這麼大 所以呢 如果是這樣的一個例子 那它的虛無假設 H0就會變成是 μ1等於μ2 就是μ1可能就是代表 社區大學的這個學生的年齡 然後平均年齡 那μ2呢 就是一般大學的護理系學生平均年齡 所以我們的虛無假設還是等號 但這時候等號不是等於某一個數字 我們之前的單一母體的取樣 是把取樣出來的樣本去認定它 這個猜測它的母體的平均數 是等於某一個常數 那現在不一樣 那現在因為是兩個母體 所以我們的虛無假設還是等號 但是它是變成是兩個取樣出來的結果 它認為它的原始的 這兩個原始的母體 它的平均數應該會一樣 那當然對立假設呢 就可能是不一樣嘛 對立假設就是不一樣 或者是小於或是大於都可以 那你可以再把它進一步延伸 那μ1等於μ2把它移向過來 就是變成μ1-μ2等於0 這樣也是OK的啦 或者是μ1-μ2就不等於0 這樣的概念 好 所以這個我們就是在第九章主要要談的 就是兩個母體的東西 那在談這兩個母體的時候呢 又牽涉到樣本的取樣 所以這邊又會比較重要的是 會有分成所謂的獨立樣本 跟所謂的相依樣本 那獨立樣本跟相依樣本的做法 又有些許的不一樣 有些許的不一樣 那既然不一樣 當然你就要注意它哪邊的差別 那所謂當然你要先知道 什麼叫獨立樣本 顧名思義獨立樣本是什麼 獨立就是彼此不影響嘛 就獨立嘛 independent嘛 那dependent呢 就是你取樣出來結果 可能彼此會有一個會影響 那像他這邊舉個例子 獨立樣本大家比較好去想像 就是你反正像這個 你要測那個藥 藥效有沒有一樣 那當然你就隨便隨機取兩個 把你的這個參加測驗的人 分成兩個嘛對不對 那一個一組就是什麼 吃真正的藥 另外一組就吃什麼 可能吃安慰劑對不對 類似這樣的東西 那這兩個就是獨立樣本 那相異樣本呢 就是說我們在比較 這兩個樣本的時候 這個第一組樣本跟第二組樣本 其實是有一種相異的概念 有一點會有依存的概念 像他這邊課本舉的例子就是 我們要去找出 左腳跟右腳有沒有差異 那左腳跟右腳有沒有差異 我們在找的過程中間 每個人 他談到每個人 那你這個人的左腳跟這個人的 右腳有沒有關係 應該是有點關係吧 就是你自己 這是你身體裡面的東西 你去長出來的結果 那每個人的發展過程中間 也許這個人跟這個人當然是不一樣 但是我現在是比左腳跟右腳 所以 A的左腳跟B的左腳 然後比A的右腳跟B的右腳 這兩個右腳之間的關係 因為是來自同一個人 所以他是有這種什麼 這個人本來他的左右腳 可能就有一定的關係 一般來說 當然我們可能左右腳 會有些差距 但是因為這個取出來的樣本 是 他的對 他的那個 代表的母體 因為他的母體 左腳 左腳是一群人 右腳是 是同樣那一群人 是同樣那一群人 只不過我們現在把它變成是 左腳當成是一個母體 右腳當成是一個母體 但是這個左右腳的概念 因為他是取樣是 同一個人的概念 所以他就會有所謂的Dependent 因為是來自同一個人的 那同一個人他生出來的 父母親把他生出來的那個左右腳 他本來就會有一種所謂的 在這個人的腳上面的差距就有差別 因為像女孩子的腳 跟男孩子的腳 的大小 有沒有關係 如果你是同一個人 你取這個人的左右腳比較 跟那個人的女孩子的左右腳比較 會不會有差別 會有差別 但是我說他有沒有相依的概念 我這個人 直接 你的左右腳跟 不好意思 女孩子的左右腳 你的應該會比較小一點 那你取出來這個樣本 跟你這個樣本 他的左腳右腳之間 你的左腳跟右腳 跟你的左腳右腳之間 是有什麼 相依的概念 因為他的尺寸一定會比女孩子的大 但是他就比左右腳 所以當他在比左右腳 是比男生同一個人的左右腳 跟女生比左右腳的關係 他的尺寸 就是他的母體本身就會有 會有什麼 會有一個相依的概念 所以這種叫做相依的 這個當然 我們待會再看其他例子會更清楚 或者是說課本 待會也會提到一個例子 就是說 這樣聽好像看起來比較模糊 我們再換一個 一個例子來看 假設今天 有一個減肥的program 有一個減肥的program 好 那我要測試這個減肥的program 有沒有功效 對不對 那我當然要先 我先取樣 在還沒有減肥前 我先取一組人的樣本 一組人的樣本 好 假設就取我們班的男生要減肥 那他減肥前 重量多少 對不對 好 然後呢 我要為了要測那個樣本 測那個效果 那個減肥有沒有效果 所以去參加減肥之後 再去量一次他的什麼 體重 對不對 那這樣的兩個體重 是有沒有關係 是同一個人嘛 但是這個人是代表 減肥前跟減肥後 這兩個數據 這兩個母體啊 那這兩個母體有沒有關係 因為是同一個人啊 同一個人參加減肥 所以 那減肥前跟減肥後 這兩個數據 這兩個數據 代表兩個母體 那這兩個母體有沒有關係 有沒有相依 是同一個人 當然他有相依啊 他follow這個人的概念嘛 所以 減肥前 所以減肥前 是一個母體 減肥後 是一個母體 那減肥前 當然是同一個人嘛 所以 我不可能是 隨機 亂找一個 一個數據 跟另外一個數據 就是沒有經過處理啦 他沒有配對的概念 如果有配對的概念 當然就是有相依的概念嘛 或者說 像課本代表還會提一個就是 有沒有去過補習班 要比較這個人經過補習有沒有效果 那我當然要去 要去驗證這個補習有沒有效果 我的做法一定是 同一個人嘛 這個人一定要先補習前看他考幾分 然後呢 補習後 補久之後再考幾分 那要同一個人嘛 那同一個人 沒有補習前考幾分 跟補習後考幾分 這兩個樣本是有沒有相依的 是同一個人嘛 那只不過他經過不同的處理 所以他得到兩個數據 那這兩個數據是同一個人的概念 就是相依的嘛 因為但是他都是同一個人相依的 但是他經過不同的 經過一些處理 啊很巧一點 經過不同的處理之後 他得到了一個兩個樣本 或兩個數 兩個母體 那這兩個母體所取出來的樣本 當然就是相依的啊 就是非常同一個人 不是隨機的概念 然後他不是隨機取什麼 考試前 隨機取什麼 這個補習前的分數 跟隨機取補習後 他是必須同一個人 他上手得到的一組數據 這樣就是相依的概念 所以跟我們前面的 獨立的樣本是比較不一樣的 所以在討論兩個母體之間的這個 這個假設檢定的時候 就特別要注意到 匯分獨立跟相依 那我們先看相依 我們先看獨立 因為獨立就跟我們之前的 假設檢定概念都滿接近 所以我們先看獨立的 那獨立的話呢 我們是在談 先談也是用D檢定 當然啦 那D檢定當然我們先談到就是說 取樣當然是隨機 然後樣本跟樣本是獨立的 所以我們剛剛談到 這是先談獨立的樣本 獨立的樣本 然後還有一個很重要 就是標準差 母體的標準差 必須是事先知道的 這個在我們之前 在談D檢定的過程中間 也都特別提到 你要用D檢定的時候呢 你的母體的標準差 是要先given 要以資的 當然如果母體的樣本 標準差不知道 那我們當然還有另外一種方法 叫什麼 D檢定 所以D檢定 你如果今天要用D檢定的話 基本上都是用 按錯了 我按到 我換了 就聽到什麼聲音 現在才在錄 哈哈 剛才都白錄了 剛剛沒有錄 好啦 所以標準差是以資的 標準差在地檢定來說 是要以資的 好 那基本上要 假設兩個母體的平均數的差距 我們自己檢定 要符合這幾個條件 這個大家特別要注意 標準差要given 樣本 獨立 隨機 好 接下來就看公式 那個公式 當然 我們其實沒有特別要談到公式 但是也稍微要知道一下 就是說 我們今天取 隨機樣本 算出來的母體 我們假設 樣本平均數 我們通常用S1 bar 跟S2 bar來表示 代表它是從第一個母體所取樣出來的 樣本 它的平均值是S1 bar 第二個母體取樣的樣本 叫S2 bar 那我們現在要看它接不接近 接不接近 當然我們剛剛說過我們的虛無假設 就是把它兩個相減 所以我們就是把這兩個樣本的平均數 也給它相減 給它相減 那這個相減的結果 當然如果 如果假設 這個母體平均數 母體的平均數的 的 的值 它是接近的 或接近的情況之下 那代表我們的樣本的平均數的相差的值 應該也會接近於0 就是說 就像剛才那個社區大學 跟一般大學的 這個護理系的學生年紀 如果平均都是25歲 那25歲跟25歲就一樣 所以如果母體它的平均數是一樣的話 就是剛說社區大學跟一般大學 如果它的年齡平均都是25歲的話 那我的取樣出來的結果 當然它的最好的結果 當然也是接近於什麼 0 就是沒有差別 因為你母體都沒有差別 當然你取樣出來的結果 也沒有什麼差別 對不對 所以S1-S2 它可能會接近於0 但是有沒有可能一定是0 我們說幾乎很少 因為什麼 因為你有一些所謂的隨機誤差 或是所謂的by chance 因為一些機會 機運的關係 所以會讓你的S1-S2 應該不會正好就是0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這是柱細 就是你只好挑到這兩個資料 只好相減是0 也有可能 所以這樣子的S1 bar-S2 bar 它其實 雖然你只取一組樣 但是理論上 你還是可以取無限多組樣出來 當你取這些樣出來之後 你可以把這些S1 bar-S2 bar 這兩個樣本平均數相減的結果 把它畫成一個什麼 Distribution 你就可以去畫出它的Distribution 它的分配 就是把它的樣本的平均數相減所得到的結果 因為這只是其中一個 你可以畫很多個 所以你畫很多個 你就可以把這些數據變成是一個Distribution 那這些Distribution 把這些差距把它畫出來的這個Distribution的曲線 基本上也會接近常態分配 這有點就是類似我們之前 談到中央極限定理的概念 所以講來講去到現在 都還是會用到中央極限定理 所以這個中央極限定理的概念 就是在談就是說 你任何取樣出來的結果 你取樣出來的這個結果 不管是平均數也好 或是之後談的 百分 那個叫什麼 比例的概念 它都有可能會是一個常態分配 那這個 所以它的S1 bar-S2 bar 它的分配會是一個常態分配 而且它的期望值正好會在什麼 會落在0 因為我們期望它是一樣的 所以它會落在0 這樣一個概念 所以重點是S1 bar-S2 bar 它會是變成 它的分配會接近是一個常態分配的概念 然後它的期望值是0 那除了期望值是0之外 我們還要知道這個Distribution它的什麼 它的標準差或它的變異數 因為我們在算檢定的時候 我們記不記得你上禮拜我們談的 檢定的過程裡面要談到的什麼 你要檢定那個數值 我們所謂的Z檢定的時候 分母都是有一個什麼 標準物 有一個Standard Error 對不對 所以我們還需要知道什麼 因為我們的檢定值都是觀察值 減去期待值再出一個標準物 這都是我們在所謂的做檢定 很重要的一個東西 那觀察值當然就是我們剛剛的S1 bar-S2 bar 那我們的期待值當然就是μ1-μ2 這個是在分值的部分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我們取樣出來S1 bar-S2 bar 減去期待的就是μ1-μ2 那我們的標準物呢 標準物當然就是我們剛才說的 就是它的所謂的這個分配的什麼 這個分配的變異數 我們要從這個分配的變異數 因為這個分配的變異數開根號 就會變成是什麼 就會變成標準物了 那我們上禮拜也特別提到 什麼叫標準差什麼叫標準物 有沒有印象 標準差跟標準物其實基本上是同樣的東西 只不過今天看你是 是原始的random variable distribution 它的標準差 它的standard deviation是標準差 那如果你是取樣出來的結果 取樣出來的結果的那個分配 那些分配所得到的這個標準差 我們通常就把它叫標準物 對不對 所以對這個S1 bar-S2 bar 它的變異數 因為我們要談標準差 總是要看變異數 那它的變異數會是什麼 那根據這個公式 它可以看到σ2 bar-S1 bar-S2 bar 它會是等於個別的 個別的標準差 就是個別S1 bar的這個標準差 變異數 變異數 個別的變異數 S1 bar的變異數 跟S2 bar的個別的變異數 不要忘記 我們現在是有兩組資料 所以它會有兩個變異數 所以把這兩個變異數相加的結果 就會變成是它兩個相減的變異數 那當然這個統計學家可以去證明 那你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兩個相減的結果 它的變異數會變成是兩個變異數的相加 這個當然我們課本也沒有證明給你們看 但是反正大家就知道 這是它的一個 就是我們剛才的這個 distribution 它的平均值是0 但是它的變異數或標準差呢 就會是個別取樣出來的S1 bar跟S2 bar 個別的這兩個平均數的變異數 所以剛才的這個 distribution的變異數 就會是兩個個別的S1 bar的變異數 加S2 bar的這個變異數相加的結果 就會得到是相減出來的結果的變異數 所以這個是代表它的變異數 那當然它的標準差呢 這個標準差或者我們把它叫標準誤 就是S1 bar-2 bar它的這個 distribution 它的標準差或標準誤 就是把剛才的變異數開根號而已 對不對 那開根號 就是把這個開根號 那這個開根號 那原來的S1 bar的平方是什麼 那這個原來的個別的取樣出來的結果 S1 bar 這個就回到最原始的一樣中央極限定理 就是你原始的S1 square 除以什麼 除以N1 這個就是 這個是什麼 這個就是中央極限定理啊 是不是 就是我們取單一個樣本 這如果只是單一個樣本 你取樣出來 它的這個平均數 它的變異數 會等於母體的變異數 除以什麼 除以N嘛 除以它的那個取樣本數嘛 這就是我們之前談的中央極限定理啊 是不是這樣 那 因為我們今天不是只有取一個樣啊 我們取兩個樣啊 所以S2 bar 這是另外一個母體我們取的樣啊 S2 bar 那它一樣就是S2 square 除以它的什麼 它的樣本數 N2 好 所以 那把這兩個加起來就得到什麼 它的相減的這個變異數 所以 這邊就可以把這個帶進去 帶進去就 剛才的這個 它的標準差就是S1 square 除以N1 加S2 square 除以N2 然後再開根號 這個變成是它的什麼 兩個差距 平均數差距的標準差 或標準物就得到這個結果 那這個結果 就可以我們把它帶到我們的檢定值 我們的檢定值 那我們的檢定值 剛剛說過 最主要的就是分母這一塊 標準物 那它的標準物 根據剛才的這個說明 它可以就是把它帶成根號 Sigma 這是母體 第一個母體的變異數 除以它的第一個取樣的樣本數 加上第二個母體的變異數 除以它的什麼 平方 然後再除以它的第二個取樣的樣本數 那這樣得到就是我們的一個Z Z 這個Z就是我們的Z檢定 所需要的那個什麼 參考值 那這個算出來的結果 重點是在哪裡 這裡面所有的東西都知道 S1 bar是你取樣 S2 bar你取樣 那μ1跟μ2呢 那μ1跟μ2你在虛無假設的時候 其實是把它假設成什麼 相等 所以在假設檢定的時候 你的先針對虛無假設 去看的情況之下 所以你的μ1-μ2 要把它設為什麼 設為0 因為我們剛剛不是說過嗎 你的μ1等於μ2 這是你的虛無假設 一向過來 就變成μ1-μ2是等於0 所以在虛無假設的情況之下 你去檢定這個Z值 所以這個 這個它的期待值當然 因為你期待它是一樣的嘛 所以期待是一樣的情況之下 當然它就是0 然後當然分母就是這個 那分母重要的是什麼 你的取樣數 m1跟m2都知道 但是你的σ1跟σ2是什麼 是母體 兩個母體的個別母體的什麼 變異數 那這個變異數 那這個變異數當然要 誰要給你啊 題目要給你啊 所以這是given 已知你知道母體的變異數的時候 你就可以代入這個Z減定的公式去 去算出來它的這個減定值 OK 到這邊 知不知道 跟我們上禮拜談的單 各單一母體的這個什麼 Z減定的差別在哪邊 它差別就是在原先我們是只有一個 s bar減去μ嘛對不對 然後呢 再除以 除以就是母體的sigma square除以n而已啊 那現在變成是兩個母體的差別 所以就變相減而已 所以它的Z減定的公式 也差不多啦 大同小異 知道嗎 還是有看沒有懂 也不用懂啦 這個不用懂啦 這個先不用懂這個 這個比較屬於定理的證明這一塊 但我們說我們沒有要講太多證明 所以這個你要稍微知道一下就好了 差距的變異數的 這兩個平方 兩個平均數的差距 差距的變異數 或是個別樣本變異數的核啦 這是一個定理 但是可以證明出來的 但是你知道這個之後 為什麼需要這個 這個是我們要用來做 檢定值裡面的標準物 好 所以這個公式可能要稍微知道一下 好到這裡有沒有問題 好 Keypoint就是在這裡 這是它的檢定值 好 沒有問題我們繼續往下看 當然你檢定出來的結果 如果是相 如果是虛無假設是正確的話 那基本上代表兩個母體 它的平均數其實是一樣的 那如果不一樣當然就代表這兩個母體 這個也沒什麼好講 這只是課本又畫了一個圖 那你看起來好像比較好看 其實意思是就是 就是這樣的意思而已 好 那它的檢定的步驟一樣 跟我們之前一模一樣 第一個要乘數假設 對立主張 就是你要把你的虛無跟對立假設講出來 然後你的主張是放在虛無還是放在對立 然後算出它的critical value 那這critical value怎麼算 critical value一樣 它會給你一個alpha 它一樣會給你一個alpha 然後alpha代表什麼意思 alpha代表是犯下行一錯誤的什麼 最大機率 那當然我們要讓這個犯下行一錯誤的最大機率 要越小越好對不對 所以要設定臨界值 所以你會根據你的alpha 一個是百分之 一個是0.05 或者0.01 或者0.1 對不對 去算出它的臨界值 然後來再去看 再去算它的減定值 那這個減定值 就是它的z value 那把這個z value 算出來之後 再去跟你的臨界值去做比較 來決定要不要拒絕 虛無假設 還是不拒絕虛無假設 然後最後做結論 這跟之前 談的都一模一樣 好 我們來看這個題目 來 再唸一下 往遠不來 誰跟他住在一起啊 那 他去哪裡啊 住宿舍嗎 沒有 沒有 住外面 誰跟他住一起 你看我 我看你 大家都跟他很不熟 這樣 真是海捏 來 文子傑 唸一下 有一項研究 使用兩組水肌 每一組各35人 發現年齡在26到35歲的這一組 平均休閒時間是39.6小時 而年齡 而年齡在46到55歲這一組 平均休閒時間是35.4小時 假設以往的研究發現 第一組的母體標準差是6.3小時 而第二組的母體標準差是5.8小時 在AVA等於0.05之下 可以認為這兩項平均休閒時間期間的 有顯著差距嗎 唸了這麼厲害 好啦 這個也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 這是兩組嘛 那兩組當然他是隨機樣本 所以他主要的在比較說 年輕的比較愛休閒 還是老的比較愛休閒 那你們覺得呢 年輕人比較愛休閒 還是老年人 這個應該不是老年啊 46到55應該是中年人 你覺得哪一個 哪一個族群的人 會比較喜歡 花多一點時間在休閒上面 直觀上 你看我是 有點尷尬 沒有什麼尷尬 就是你自己的觀察而已啊 或你自己的感覺啊 這個有時候我們可以先看感覺 然後再來看數據啊 因為年輕人比較要賺錢 所以應該花比較少時間在休閒 是不是 是這樣子嗎 還是年輕人覺得比較無所謂 所以花多點時間在休閒 其實這個都各有論戰嘛 對不對 這種都是感覺的問題嘛 但是 感覺 感覺只是感覺嘛 對不對 你總是要有數據去跟他做驗證嘛 對不對 所以統計就是 可以 再做這樣的事情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如果覺得 你這樣講的我覺得 我不認同你 那最簡單 我就去找一組數據來做什麼 做分析啊 分析完之後我就可以來 來駁回你的什麼 論述嘛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就是這樣子嘛 學統計幹嘛 學統計有時候就是 他會比較有量化的東西來支持你的一個論點嘛 以後你們再做一些 以後碩士班的研究也好 或以後到公司去做一些study 你總是要有數據去說服人家 你這不能說我感覺怎麼樣 你感覺是你感覺啊 我的感覺跟你又不一樣啊 然後兩邊有點在那邊罵來罵去 那有意義嗎 對不對 所以我們還是要透過一些 數字的分析啊 所以26到35歲 39.6 46到55 35 看起來是年輕人休閒時間好像比較多喔 一個39.6 一個35.4啊 那真的是這樣 所以這樣子可不可以代表他真的就是 他原先的母體 就是這個是一個樣本嘛 那這也是一個樣本 那這兩個樣本是不是可以就讓我們推論說 那我的兩個母體 就代表說 年輕的就比較休閒時間多 那中年人就比較休閒時間少 就可以這樣論述嗎 因為他雖然有數據 但是他可以有顯著到 然後差距到那麼大可以讓你做這樣的決定嗎 對不對 做這樣的一個 主張嗎 好 那所以 我們就來做檢定啊 那現在第一組 他的標準差 母體標準差告訴你了 第二組也告訴你了 那我們顯著水準取在0.05 那這樣子的話有沒有差距 所以做法一樣 步驟一先 乘數假設 然後確定你的主張 所以我們假設是 μ1等於μ2 就代表其實應該是沒有差距的 兩個母體的休閒時間 年輕的跟中年的沒有差距 那另外他的對立假設是什麼 是 因為他對立假設 並沒有特別說 有沒有顯著差距而已 所以這個基本上 他也沒有告訴你多或少 所以他 沒有告訴你多或少 當然就 我們就不等好 所以μ1不等於μ2 這是我們的主張 那 求出臨界值 那臨界值因為α是0.05 所以這邊馬上可以透過 我們之前的那個什麼 透過那個excel的函式 就可以去算出他的這個 臨界值 那這是什麼 雙圍的 雙圍的檢定 所以這個1.96跟-1.96 這個應該都會算了 怎麼就沒有寫了 那接下來是算他的檢定值 那檢定值的代進去 因為他告訴你 s1的平均是39.6 這是年輕人的 休閒時間 所以那s2bar就是什麼 這是中年人的平均休閒時間 這是兩個樣本取出來 那我們的虛物假設是認為 他是沒有差距 所以μ1-μ2等於0 所以這邊寫百0 然後再除以他的標準物 就是根號 他的母體的 第一個母體的 標準 他是給母體的標準差嘛 對不對 那既然是給母體標準差 所以你這邊是要用他的這個變異數 所以要把標準差 要拔平方 然後除以m1 加上這個第二個母體的標準差 平方除以他的m2 好這樣算出來 就是他的z值 算出來 減定出來z值是2.9 2.9 那2.9 當然這是雙尾 所以你當然還是要跟你的0介值去比 那2.9跟1.96比 當然誰大 2.9大 2.9大 所以你應該會怎麼樣 怎麼樣 這兩個假設 是哪一個你要支持 2.9啊 跟1.96啊 你要支持哪一個 嗯 2.9比較右邊 還是1.96比較右邊 這是雙尾減電啊 2.9 2.9比較右邊啊 所以他是落在拒絕域還是非拒絕域 拒絕域 拒絕域 既然落在拒絕域 所以這兩個哪一個要被支持 啊 繼續講下去啊 你落在拒絕域啊 所以呢 有顯著差別 所以有顯著差別 所以你應該要拒絕什麼 要拒絕虛無假設 要拒絕虛無假設嘛 對不對 這樣啊 2.9 1.96在很右邊了嘛 所以當然你就要拒絕虛無假設嘛 或者是 再拒絕虛無假設 所以結論 最後一個結論 就是說有足夠證據來支持 這個平均數是不相等的 那平均修的時間是不一樣的 好 這個就是這樣子 兩個樣本的概念 就這樣算出來 所以跟我們之前的檢定是一樣的啦 只不過現在是變成兩個樣本而已 好 好 這個題目我們就直接看了 這個也是認為說可能難以不平等 大學的運動設施 他認為提供給男生的比提供給女生的多 那當然這運動設施要怎麼說呢 什麼叫提供給男生跟提供給女生 說實在我也不知道怎麼去分 不過反正可能 有沒有 我們中山大學有沒有什麼特別運動設施是給女生 有些特別是給男生的 有沒有 籃球大家都可以打嘛對不對 排球大概都可以打 羽毛球大概都可以打 網球大概都可以打 有什麼是特別提供給女生跟男生的 可能我猜啦 我猜可能這個是指那個啦 那個叫什麼 打完球不是要洗澡嗎 打完球是回家洗澡還是在學校洗 回家你們都回家洗的 學校啦應該學校 學校我們那個叫什麼館 體育館 體育館不是叫 體育館 體育館有那個淋浴的設施嘛對不對 有沒有 你們有用過嗎 沒有你們有花錢耶 你們的學費你們有涵蓋這個 三樓也有啦 二樓好像也有的樣子 對不對 那可能給女生的淋浴設施 相對比男生少 是不是這樣 我不知道 可能也許是類似這樣 我猜啦 不然的話什麼運動設施 會專門給男生什麼 給女生 我實在 我也想不出來 那所以假設 反正他就有這樣的統計數據 他說 我們現在找了這些學校 那這些學校裡面 這還是來自USA Today 美國一個很大的報紙 好那這些提供給男生的這些設施 跟提供給女生的運動設施 他各有一組 各有一組資料 那我們要從這組資料去看說 那我認為他的主張是什麼 他是說 他主張認為男生比較多 男生多 所以代表這個母體 取樣出來的這個 樣本數 當然理論上應該會大於女生啦 但是他可不可以 有沒有大到可以來足夠來論述說 他的母體 同樣有同樣的這個 這個這個情況 那所以當然 那我們現在他是說 用P-Value的方式 那剛才我們是用Z減定嘛 那P-Value的方式 基本上跟Z減定是大同小異 只不過這時候 你不需要先去算他的減定值 不用先去根據α去算出他的減定值 我們只要去根據Z 來算出他的那個P-Value 他的Properability就可以了 好那這邊他還是告訴你 他的母體的Sigma1 這兩個母體就是 男生的體育設施 跟女生的體育設施的Sigma 標準差啦 還是告訴你 都是3.3 好那這個怎麼做呢 接下來你就是 就是去先一樣先把你的主張 你的論述 你的假設啦 先把它陳述出來 然後確定你的主張 所以虛無是 Mu1等於Mu2 然後呢 對立呢 就是Mu1大於Mu2 這時候是用大於 所以這個是一個 又微減定 應該是單位的又微減定 那接下來因為是用P-Value 所以我們不用算他的 不用算出他的這個 quitical value 就是他的臨界值 我們不用算 我們先直接算他的減定值 那減定值 當然你就直接用 用Excel去算他的平均數 還有他的什麼標準差 標準差不用算啦 因為我們現在是樣本 樣本的這個 我們不用算樣本的標準差 因為母體的標準差是給你的 所以這個要注意 這邊是 母體的標準差是題目給的 那我們只要去算他的樣本的平均值就可以了 對不對 那算出來之後呢 帶進去這個公式 帶進去這個公式 那帶進去這個公式 你就算出Z的減定值是多少 1.06 那1.06 那這邊接下來用P-Value 所以我們說這個是一個什麼 這是一個Mu1-Mu2大於 所以它是一個又微減定 所以我們要接下來去算他的 根據他的Z減定值 來算出他的P-Value 對不對 那這個我們時候可以用什麼 用Excel的Norm.s 因為他是一個標準 標準常態分配 Norms.s.distribution 然後呢是1.06 然後1的意思是代表 它是Cumulated 是累積的 累積得到1.06的這個機率是多少 算出來到他的 這個CUN就代表 Cumulated probability是多少 是0.8554 那0.854是從左尾累積到什麼 累積到1.06那個位置啊 的機率嘛 所以我們今天要看是 右尾減定的時候 所以我們要必須要再怎麼樣 用1把它扣掉啊 知道嗎 這裡要用1去把它扣掉 剛才的0.8554啊 清程 知不知 知齁 所以扣掉之後是0.1446 0.1446 好這個就是我的p-value p-value0.1446 那這個時候你就可以直接用0.1446 跟我的alpha 那alpha是多少 alpha是0.1嘛 好這兩個去比 這兩個去比 你就可以決定你要不要拒絕虛無假設 或者要支持虛無假設 所以呢 應該要拒絕還是支持 就是 p-value1.0.144 alpha是0.1 所以哪一個在左哪一個在右 這是右尾減定 應該是在 應該是在 左邊嘛 它的p-value比較大嘛 p大於alpha對不對 它的p-value0.1446大於alpha0.1嘛 所以p-value比較大 面積比較大 所以在你那個常態分配是比較靠你的什麼 靠你的0.1的左邊嘛 所以呢 0.1在這邊 0.1446就在左邊嘛 所以它就落在什麼 落在 落在 什麼欲 非拒絕欲 對不對 那既然落在非拒絕欲 所以你就不拒絕虛無假設嘛 不拒絕虛無假設 最後再下一個結論 說 在0.1的水準之下沒有足夠證據 可以支持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就代表男生跟女生設施其實沒有差那麼大 沒有差很多 OK 好 那另外 我們剛才檢定的虛無假設 通常它都是認為它是相等 對不對 這是mu1等於mu2 但是你還可以檢定一個概念 你可以檢定它差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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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果你要檢定差這個兩個母體的 這個平均數差多少的時候 你的虛無假設就稍微改一下 虛無假設稍微改一下 改成什麼 改成是mu1-mu2等於某一個你認為差距的那個值 就這樣而已 剛才原先就是0 對不對 那你現在只是把0替換掉 變成是什麼 變成是某一個固定值 就這樣而已 那所以同樣的 Z檢定也是一樣 它的檢定值呢 當你改成你的虛無假設改成這樣 對立假設改成這樣的話 那你的對它的所謂的做檢定的Z value也是一樣 還是同樣的這個公式 只不過這時候你的mu1-mu2呢 原先是相等是0嘛 那這時候你的虛無假設 如果有一個固定的差值 你就是把這個差值帶進去 這時候把mu1-mu2帶3.2進去 就這樣而已 那其他的就一模一樣的做法 所以這個我們就沒有一個例子說明 那另外我們上禮拜也有提過 其實這個假設檢定 跟我們的信頼區間有沒有關係 也是有同樣的關係啊 所以對Z這種兩個區間 就是兩個比例之間的差別 不是兩個平均數之間的差別 這個取樣的差別 它的這個信頼區間也是一樣 我的mu1-mu2 這是你的母體的差距 它會落在什麼 這兩個樣本的差距 的某一個區間之間 就是正負啦 那我們說過那個信頼區間就是正負 正負你的這個quitical value Z二分之α 乘上它的什麼 標準物 乘上標準物 所以這個是跟我們第七章吧 第七章的信頼區間裡面那個 概念是一樣的 所以mu1-mu2 它會小於等 這會小於等於s1 bar-s2 bar 正負啦 正負 Z二分之α 然後跟號 這個就是它的標準物 所以 所以它的這個信頼區間的公式 就是這樣 跟檢定的概念是一樣 所以利用這個信頼區間 我們也可以去看看 它到底有沒有 它的檢定結果是不是正確的 我們可以double check 好 我們同樣的用剛才的那個休閒時間 年輕人 跟這個中年人它的數據來看 那這個時候因為是 Z二分之α 雙微減定 二分之α1.96 所以你直接帶公式進去 因為剛才的數據都算過了 所以s1 bar-s2 bar 是39.6-35.4 Z二分之α就是1.96 正負 然後這個是它的標準物 剛才也算出來了 所以算出來的結果 你的μ1-μ2的這個區間 應該是落在什麼 1.4跟7.0 好 μ1-μ2它的信頼區間 是落在1.4跟7.0 在α等於0.05 就是類似95% 那這個時候你要怎麼去做決定 我們的虛無假設 對這個問題休閒時間來說 是μ1等於μ2 所以你的μ1等於μ2 所以μ1-μ2 應該是等於多少 0 那這個區間有沒有包含0 這區間有沒有包含0 沒有啊 那沒有當然 當然就代表我們 應該要拒絕虛無假設 因為你的虛無假設 是在0那個位置 那你的信頼區間 在95% 既然都還沒有 沒有辦法涵蓋到 這麼寬的情況之下 當然它就是拒絕虛無假設 有沒有 這跟我們上禮拜講的 有沒有一樣 所以我們可以利用信頼區間 一樣 同樣可以去 去做這個 類似假設檢定的驗證 假設檢定的驗證 假設檢定的驗證 那公式其實差不多 都是一樣 都需要用到什麼 標準物 需要用到它的critical value 然後它的這個觀測值 所以是一樣的概念 好 這個例子你們有興趣 可以做看看 你們在看棒球 美國職棒 國聯跟美聯 你們知道國聯跟美聯 有什麼差別嗎 當然球隊不一樣 對不對 對不對 如果球隊不一樣 還有什麼差別 你們都沒看棒球嗎 DH DH 他們有一個指定打擊 美聯是有DH 那國聯呢 國聯沒有DH 什麼叫DH 每個女生都聽不懂 對不對 DH就是 叫指定打擊嘛 對不對 這是 Head Hitter 指定打擊 指定打擊 意思就是說投手不用打 他可以只派一個不用防手的人 去做打擊 那當然 這樣感覺上 好像應該 美聯他有指定打擊 投手不用打的情況之下 他應該更有機會 因為他通常 派那個指定打擊 一定是打擊很厲害的啊 不然他為什麼要派這個人 去當指定打擊 會空的 對不對 讓球隊贏 你的指定打擊就是要很強嘛 所以理論上看起來 應該美聯的打擊 應該會比較好一點啊 那 所以他真的是比較全力打 那通常這種指定打擊 通常都是Power Power Hitter 就是很強力的打者 所以他理論上 打全力打的機會 應該要更高 那國聯當然 投手要打 投手通常投得很厲害 會不會打 通常不會 對不對 就像 那天有個新聞 不是我們那個陳偉英是吧 陳偉英就是好像 他去美國打了那麼多年的球 好像上一次才 上場打擊 好像才打出第一次安打嘛 但是他打了那麼久 才打一隻安打而已 所以 通常 通常投手都不太會打 雖然 哨棒期間 或輕哨棒期間 好像通常 投手跟 投手上都打擊 通常也很厲害 但是到 比較職業的運動場上 通常那個分工 比較細的情況之下 棒 投手通常就不太去練打擊了 所以好 但是他有數據 讓你去決定 那你看看 國聯跟美聯 他的這個打擊的這些 全聯打的這個 支數 那你會認為 國聯的會比較弱嗎 還是美聯的會比較強 對不對 這個你就可以根據數據 來做一個分析了 好啦 這個你們回去自己娛樂娛樂 自己看一看 怎麼算 好 那我們休息一下 待會兒直接看T檢定 那T檢定跟Z檢定 基本上大同小於 唯一差別就是母體的編引數 不知道而已 1963 包括 我是